接下來我們會看到一泡 以前我們古時候的人都叫一泡 後來可能有人覺得一泡好像水泡 聽起來好像很普通 所以就改一個叫一包 後來這一陣子又有人說一包 細包是個包 一包也是個包 這包跟大包 一包比較大包 所以就好像算了算了算了改為一包 所以又改為一包 有一段時間 會被寫作一包 所以我們要大家的國中課本 可以翻來看看 有一段時間 有人會把這個液泡寫叫做液泡 那液泡國中學問一下 就是都有很多個小的 然後植物有一個大顆的 叫做中央大液泡 前寫立動 對不對 中央大液泡 那這個中央大液泡有什麼功能 因為液體是不可被壓縮的 對不對 鋪開跟氣氦都可以被壓縮 液體是不可被壓縮的 所以其實呢 一個大液泡在植物細胞裡面 就能夠協助維持植物細胞的形狀 所以我們講到維持植物細胞的形狀 大家很多人會想到細胞壁 對 沒錯 細胞壁是有這個功能 但是其實對很多細胞壁 不是很硬的細胞來講 例如說 從金啊 葉啊 金要看什麼 葉片啊 花瓣啊 對不對 它其實就是靠液泡 那液泡它就可以灌很多水 然後這個細胞就會很膨脹 我們就要碰壓比較大 然後呢 液泡的水可以消掉 可以變比較小 那這個細胞就會比較軟開 所以植物用一些方法可以 控制細胞裡面的含血量 然後控制它裡面的這個細胞膨膨脹或萎縮的程度 例如說 我這種都學過 氣孔是有兩個保衛細胞所構成 那保衛細胞就可以藉由 它控制它裡面液體的含量 那當然液體主要是在液泡裡面 控制它液體含量 它可以膨脹 然後讓氣孔打開 它可以萎縮變塌 讓氣孔關節 所以這都跟液體有關 這都跟液體有關 這都跟液泡有關 好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個我們剛剛說了對不對 那液泡的話 其實有時候也可以暫存一些 代謝物 因為動物細胞 它可能會把剩的東西吐掉 那植物細胞不大會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其實它代謝的東西 能夠分解就分解掉 不能夠分解的代謝物 它有時候會堆在這個液化裡面 那另外的話 有些時候 有些時候 例如說像這個 花瓣會有一些特殊的顏色 或者是說 我講的不是綠色 綠色是葉綠體 我講的不是 就是除了葉綠體之外 花瓣有時候植物會有別的顏色 例如說有些植物的葉被 會有不同的顏色 然後花瓣 花瓣是更典型的 那這些顏色 不是來自葉綠素 因為葉綠素是在葉綠體 我們現在講的是液泡 所以植物有時候會有一些色素 當然最經典的 我們剛剛講 就是比如說果實的顏色啊 花瓣的顏色 那這種的話 這種色素叫花青素 它不見得一定是青色 所以我們就把它 叫做花青素 那這個花青素呢 有很多 也是在這個葉綠裡面 所以你就會知道 花青素 它很多是在葉綠裡面 所以花青素是水融性 是水融性的 然後那些光顏色素 是這種性物 我們後面再說 不要求太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